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陈老师 陈老师咱们今天来说说肩膀 这个肩膀疼痛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肩关节好不好 人从直立行走之后就把上肢给解放出来了 很多的日常活动还有咱们的生产活动 都是由上肢来独立完成的 所以这个时候肩关节就显得特别重要 肩关节在我们人体的所有关节里边有一个特点 它是活动范围最大的关节 就是为了适应直立行走之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造成的 肩关节的解剖相对来说也复杂 咱们平常说的肩关节在解剖上叫什么呢 实际上叫鱼红关节 真正的肩关节是由谁呢 是由肱骨头 这块骨头上边的肱骨头和肩胛骨的关节鱼形成的一个关节 这个关节鱼特别浅 非常非常浅 跟宽关节不一样 宽关节的宽臼特别深 肩关节的关节鱼特别浅 特别浅了之后它就不太稳定 人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 它会有一些自身的修补措施 然后它就在关节鱼边上出了一小层的关节软骨 出一小层关节软骨来加深它这个关节面的深度 即使这样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也是非常大 关节面也是非常浅的 在关节周围有很多的韧带帮着加强 在关节的上面前面都有韧带加强 周围有肌肉帮着加强 肩关节的关节囊也很松弛 所有这些解剖结构都是为了让咱们上肢能够自如的活动 所以这个肩关节它可以做的动作应该说是也是特别的多 对 特别特别多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肩关节都有哪些动作 大家看啊 我站好了之后上肢往前 这叫前驱 这是前驱 这是后身 后身 对 这是内收 这是外展 然后放好了之后看啊 我把手心向上 首先往下转 往前转的时候 叫旋内 也叫旋前 反过来叫旋外 也叫旋后 整个这个动作叫肩关节的缓转动作 肩关节在外展超过90度的时候还能往上举 这个时候人们习惯把它叫做上举 这是肩关节的所有动作 加起来大概能有7个 7个动作 独立的是6个 缓转动作加上缓转动作是7个 肩关节的损伤特别复杂 肩关节损伤看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损伤原因 临床上我们习惯于把它的损伤部位 按前后外或者是上这么来划分的 你比如说 先说说前边 咱们先说前边 肩关节前面的疼痛特别多 肩关节前面疼痛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老病号 那年看病的时候正好50岁 在这之前一直跟我们吹 他搞摄影 大家都知道 端那个摄影器材的时候特别沉 他说你看我天天这么架着 这间一点事没有 我们就跟他说 说这都是说嘴打嘴 你指不定哪天就栽在这上 结果他倒没栽在摄影上 他栽在一只苍蝇上 一只苍蝇 他栽在一只苍蝇上 怎么了 他们家有只苍蝇 他老伴支持他 说去把那苍蝇打死了 那苍蝇跟那儿呢 他想赶紧打死这苍蝇 自己还有立功表现 把这苍蝇盘拿起来了 一点准备活动没有 就轮圆了这一拍子就拍下去了 结果往后撑了这一下 还没到前面呢 就觉得这点 兼前部一段撕裂性的疼痛 后来我们问他 说苍蝇打着了吗 他说苍蝇盘都掉地下了 苍蝇还打什么呀 这是一个损伤原因 我再给你们讲一损伤原因 老年人跟年轻人都犯这错误 咱们有的时候端一盆水的时候 不习惯这么端 觉得这盆水不满 用一只手端 另外一手在接着 一只手接着 然后有的时候上大学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洗澡不好 洗澡条件不好 夏天就都是冲 冲那个拿脸盆接了水冲 端着这盆水 你端着的时候 水在往盆里灌的时候 水实际上是不稳定的 水左右晃 水在左右晃的时候 你这个盆就把握不了平衡 对吧 你把握不了平衡 把握不了平衡 这盆水快洒的时候 我考考大家 你们那手是习惯怎么办 我端着这盆水 是习惯这么一倒 啪 泼自己一身吗 不是吧 都习惯这么往外 对吧 全是这样 往外一撇 那水好洒别处去 别尖自己身上 往往是这种情况 年轻人 老年人都犯这种错误 这点拿着盆 这点放着水 一看端不住了 哗一下就这么散了 咱们分析这个动作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看哪在拥紧 我往外 一挥胳膊的时候 肩前部的肌肉 被拉紧了 肩前部有什么 肩前部有公二头肌 公二头肌的长头短头 全在这点 公二头肌就是我们前面这块肌肉 就是这块肌肉 它的长头短头 我说全在肩前部 我往外一拉的时候 如果准备活动不充分的时候 是不是一下就把它拉伤了 所以肩前部的疼痛 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公二头肌的 公二头肌长短头肌的拉伤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我有一些反复性的锻炼 你比如说我连二头肌的力量 我没事老是向木工 推豹子 来回来去的这么推的时候 公二头肌始终在活动 公二头肌的长头肌 就会出现反复的磨损 会出现公二头肌长头肌的肩胶炎 会出现这些情况 这是咱们说肩前部的 肩前部 肩前部损伤 肩外侧 外侧的损伤也特别多见 外侧的损伤为什么多见呢 我们人在把上肢抬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肩外侧的肌肉在做工 看啊 假如说我这点有一根皮筋 从这儿起到这儿止 我要给它抬起来的时候 我一摊就给它摊起来了 这根皮筋就是肌肉 最外的一层肌肉是谁啊 最外的一层肌肉是三角肌 我们都知道 里边的肌肉是谁呢 里边的肌肉是港上肌 他们两个负责 把这肩关节给抬起来 我们往往有一些动作 会把自己损伤掉 我来的时候 坐在我边上的那个女同志 就把这点给拉伤了 她是怎么弄的呢 她往上拖箱子 拖箱子 对 坐火车来 上面有行李架 她把这箱子举起来 我跟她说 我说我帮你一下 她跟我说不用 不沉 我当时想可能也是确实不沉 我就没管 她把那个胳膊 拿着这个 她拿着这个箱子举起来 举的过程中 我就看她那个脸色不太好 就咧了下嘴 我就赶紧帮她拖了一下 然后给放到上去 放下来之后 她就跟那儿自己活动了 皱皱皱皱皱 我当时就想 完了 这个动作就是损伤 港上肌的动作 因为咱们这两块肌肉 正好是往上举 举箱子这个动作 要么容易差气 要么容易把肩关节拉上 这是肩外侧的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肩膀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的时候 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 肩膀在出现不适的这个情况下 特别复杂 它容易跟很多疾病干扰 咱们首先要分清楚 比如说我就是从脖子根到肩关节 这一部分不舒服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想想我是不是有颈椎病 别就觉得我就是肩关节的问题 临床上经常有这种情况 这个相间别还算是好的 还有一种情况 我给你们举两个特别极端的例子 肺癌 肺癌在肺肩部这位置 如果有肿瘤的话 特别容易放射到肩背部的疼痛 我们有一个同志 应该原则上讲 还算我师兄 肩关节疼 来的时候还跟别人说 你说这个50间50间说的真准 我到这岁时候就是得肩周炎了 你想那就本身是学长 那又是学医的 又是干医务工作的 大伙就大意了 他们就给他看 看到后来大伙说 说这不太像啊 往下串了 是不是颈椎病啊 然后拍张颈椎片子呢 50岁人颈椎肯定也有问题 要按颈椎病治了一段 还不是 还不是 我们后来就说了一句 说一句说 看看吧 从内科查一下 先给除外 因为你要按照这两个病治 治这么长时间 它就应该是 应该有缓解的效果 有缓解 到现在还是这样 结果拍了一个 是肺癌 自己一定要多留心一点 剩下 你像说 把这些都给除外了之后 就是单纯的 咱们说的 肩膀 我们好像听 最多的是这种肩周炎 什么是肩周炎 肩周炎 实际上在划分里头 分成两块 一个是广义的 一个是狭义的 广义的是什么 广义的是 泛指肩关节 和它周围软组织 一切的 这个 炎性反应 比如刚才我说的 公二头肌 长头肩的肩翘炎 肌肩炎 这种也算肩周炎 这是咱们说的广义的 狭义的肩周炎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肩部软组织的粘连 形成的一个 以肩关节疼痛 和关节功能受限 为主要表现的 这么一组疾病 其实咱们平常说 肩周炎 肩周炎 指的是这个 狭义的肩周炎 它是这么划分出来 好像这种病说 是女性多于男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病还真是 这病一般是这样 女性多于男性 左侧一般还多于右侧 然后发病年龄 是以中老年人为主 另外这个病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它这个病 有人轻有人重 这个跟患者的个体差异 有很大关系 女同志 在得肩周炎的时候 这个情况不好解释 有分析 可能跟它的激素水平有关系 有分析 可能说 女同志到这个年龄段了 激素水平下降了 她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 陈老师 您从这个临床上看 一般情况下 这种肩周炎 它的诱发原因是什么的 多种多样 肩周炎的诱发原因 你从肩周炎的 另外一个名字 就可以知道 肩周炎又叫五十斤 五十岁的人 五十岁 所以说在五十岁 这个年龄段的人 一般是容易得肩周炎的 这个年龄段的人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肩关节 反反复复用了几十年了 他的褪电 他的老化 已经很厉害了 稍微有个风吹草动 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是咱们说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 咱们老有句话 说叫用尽非退 用尽非退 你得使它 它才能保住 但实际上这句话 还含着 我觉得个人感觉 还有另外一层 就是你过度使用之后 或者是不科学使用之后 会加重你所使用部位的 老化 磨损 蜕变 咱们比如说我吧 我今年四十五岁 多四十六岁 我两年的这个动作下来 现在开始出现症状 我自己都知道 我用不了到四十七岁 再过一年多 我这胳膊肯定起不来 肯定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咱们这个长时间的不良体位的这个活动 特别不好 像刚才举的例子 织毛衣 对吧 还有一些工作 你比如说 这个 一些装修工作 干装修的是这样 再有一个说出来之后 大家可能觉得那个什么 长时间的IT行业的人 长时间服案的人 他老是这一个单一体位 往这一个 他肩关节就没有什么活动 所以这类人也是很容易得肩周炎的 再一个容易得肩周炎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个 咱们说是第三个 看着跟肩没关系 但实际上它受到连带影响了 你比如说我上肢的骨折 我肘关节前臂的骨折 骨折之后都习惯什么 都习惯拿一个三角筋往这一吊 吊着 给它固定 这样子不动 对 你固定的时候是为了让骨折部位长得更好 但你就忘了固定的时候 肩关节实际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活动 这种情况往往是激发的 外伤之后激发了一个肩周炎 是这种情况造成的说肩周炎 再一个就是 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打苍蝇那个 那个老哥打完苍蝇之后 我们都劝他过来看 结果他是忙着出去照相点了 就没怎么过来 两三个月之后 也就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 那个肩周炎就开始特别典型的沾脸 疼得受不了 这是外伤之后的失智物质 它没有踏踏实实的去治 以至于到最后站在一起 这是咱们说说这就是肩部情况 引起的这个肩部情况 那除了这种肩部情况呢 有没有其他的像您之前讲的一些病症 然后它引起的这个肩部的不适 有啊 有特别多呀 大家都知道得了心脏病之后 说我有冠心病 我心脏不好 这个病因为这个神经的反射 容易引起一个牵扯性疼痛 是往哪牵扯呢 实际上是往左侧 往左侧牵扯的 有的人就误以为说 哎呦我肩不好 我这可别瞎动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老年人 青壮年人都得的病 胆囊炎胆结石 它是往右侧防射的 它往右侧防射之后 也觉得说 哎呀这点不好 我不活动 我说这肩这点有点问题 我别老活动它 别老活动它 实际上长时间也会出现 肩周炎这种情况 这是咱们说 肩关节周围炎 常见的几种原因 如果已经有这种 肩周炎的这种病症了 一般情况下 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是这种单纯的疼痛吗 还会 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 怕冷啊 或者一些别的一些表现 你是不是得过肩周炎 这么在行 因为刚刚我听你讲 这个也要怕寒冷嘛 要保温嘛 就是说想问问 肩周炎的病人 在患测特别怕冷 特别怕冷 你看它没事 夏天的时候 它有的人也搭个披肩 什么就过来了 这是一个原因 或者围个围巾 这是它的一个症状 它确实是怕冷 再一个呢 它疼 这个疼啊 根据这个肩周炎 不同的情况 疼痛有轻有重 轻的是哪种情况呢 轻的就是说 说我这个 就肩部这儿稍微有点疼 我活动的时候 疼得重点 我这个不活动的时候呢 疼得就轻点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 发展过来呢 这种疼痛会加重 加重到什么呢 加重到夜里 我入夜的时候 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这肩板越疼 疼到我睡不着觉 那就对睡眠也产生影响了 对 对睡眠也产生影响 还有一种情况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我亲眼见过 N多次这种情况 女同志多见 来的时候挺好啊 什么说话聊天啊 然后 她可能把她的兵力本 放在桌子上了 或者把她的书包 放在桌子上了 这时候她去伸手 拿这个书包 或者拿这病力本 伴随她伸手这个 同时你就会听到一声惨叫 或者是 哎呦 或者是妈呀 这个人就会抱着肩膀 一下就蹲下来 真的 就疼成这样 然后你看着那眼泪就下来 那脸色就是疼得啥白 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见 你在听人家描述疼的时候 把多种多样 咱们这里叔叔阿姨 有人得过肩肉眼吗 有没有 我看啊 咱们这德肩周炎的人 你看他怎么描述啊 女同志描述是什么 我没法梳头 我这只手梳不了头 对 我梳不了头 然后呢 我得拿脑袋去勾这个梳子 咱们都是拿梳子去勾这个头发 他得是 我把梳子拿起来 举到这儿 举不上去了 那我怎么办 我脑袋过来 我脑袋过来 我正常梳头的时候是手动 那这个时候我是头动 是这么梳头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我穿不了衣服 你甭说靠头的衣服 我穿不进去 你就是开身的衣服 我也没法穿 像你这种毛衣 咱们就属于开身的 这种病人穿毛衣的时候 是怎么穿呀 穿这种衣服的时候 他先把那个坏胳膊伸进去 伸进之后倒 都弄好了之后 然后再伸这只好胳膊 是这种 再极端的例子 上厕所 费劲 除了这些之外 肩周炎还有一个最典型的 就是肩关节活动受限 它的这个活动受限 跟肩关节其他的一些疾病不太一样 它是主被动活动的受限 什么叫主动活动 我跟你说 我说国翠 把胳膊抬起来 你就能抬起来 对吧 这时候你犯懒 我说国翠 把胳膊抬起来 你不抬 你不抬的时候 我过去帮你抬 你这个时候就叫被动活动 我来帮你抬的 这叫被动运动 狭义上的肩周炎 真正的肩周炎 我给您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个 港上肌腱炎 我在外展的时候 外展到一定角度 出现疼痛了 我因为疼 我不动了 这叫主动活动受限 这时候我过来帮一把 我给他抬起来了 被动活动就不受限 那这时候他就不叫肩周炎 他就叫港上肌腱炎 肩周炎是哪种 肩周炎是你自己抬不起来 我帮你也抬不起来 我帮助你抬的时候也不行 最典型的是什么 是咱们把手背后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他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最顽固的一个症状 至到最后这个症状始终会保留 有的人始终会保留 时间长的可以保留一两年 他都调整不过来 这是说一个 然后他一般最开始出现的症状是什么 是外展上举 外展上举这个动作 因为咱们活动的最多 咱们日常用起来最多 所以他往往说 他诉说的也是最多 我胳膊抬不起来了 大夫 我脱完了衣服之后 这衣服挂不上去了 我够不着这东西了 他会这么说 这个时候 他为了把肩关节给抬起来 人会有一个被动的体位 我给大家学一下 你们注意你们之间 你们这些人里头有没有 你看 我把胳膊抬到这个程度 我想再往上抬 抬不动了 这时候我躯干动 我身体过来往上走 我靠我的躯干给它带进来 实际上我的肩关节并没动 这叫扛肩现象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 甭怕 其实这个往上举 这个动作是最好练的 再一个 时间长了之后 肌肉会有萎缩 建筑炎的病人 往往三四个月之后 外边的三角肌 就会出现萎缩 这个应该就能看出来 能看出来 把衣服一脱 或者用手一摸 隔着衣服一摸 就能感觉出 这个地方塌下去了 那老师 我们怎么样来预防 我们不得肩周炎呢 您讲了像您父母 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他们是怎么样 来保持这样好的肩膀呢 一个是保暖 一个是老头老太太 始终在坚持活动 他们老工人阶级出身 肌肉相对来说 还算发达一些 他平常还有一些锻炼 另外一个呢 我教他们操 也让他们去做 就是等于说 加强我们肌肉肩膀的 这个一些锻炼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肩膀 我妈妈到五十岁的时候 我那边就 就已经开始学艺了 学艺的时候 老太太五十五退休 这个年龄阶段 我就开始让他做操 让他锻炼了 我们就是从课本上学的 从课本上学 照搬到父母身上 觉得挺好时 然后照搬到一些 这个年龄段的亲戚朋友身上 也觉得挺好时 动作幅度也不大 然后也挺好用 稍微有一点复杂 太好 今天您教教我们 我教教你们 好 第一个操叫那个 委托现主 委托现主是这么摆的 我们来学一学 人站好了之后 双脚开立 与肩同宽 然后手就放到身体两侧 把呼吸调整好之后 手慢慢地抬起来 到胸前 自然抱球 两个手指的距离 大概两到三寸 你离着稍微远了一点 就这么待好了 要是讲究的话 还可以拿舌尖顶住上牙膛 调整呼吸 顶住它 这么调整呼吸 第一是 第二是之后 把肩抬起 往外展 展过来 对 手心是向下的 手心是向下的 手指是自然区区的 这是第二是 第三是的时候 把手往上举 举的时候 肘关节稍微有一点弯 掌心翻过来向上 掌心翻过来向上 两个中指之间的距离 大概有一到两寸就可以 这个时候你可以点一下脚 可以点着脚做 这是没做完 然后看 钻拳 下落 脚尖也放下来 拳心 是向上的 收于腰间 再翻过来 全被冲前 放下去 这是一套操 咱们说委托 委托现处的时候 起来的时候 我抱在胸口的时候 实际上肩关节是有一个内收的动作 然后从内收变成外展 从外展变成上举 变成上举 变成上举之后 我在钻拳下落的时候 我手心是向后的 手背是向前的 这个时候肩关节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悬外的动作 实际上我有一个悬外的动作 然后我再往下走 走过来的时候 拳要收于腰间 拳收于腰间的时候 肩关节又有一个后身的动作 等到收于腰间之后 我往下放的时候 这个时候 肩关节又有一个悬内的动作 放下来 等于我这么一个动作下来 就这一式下来之后 肩关节的很多动作都练了 而且都运动到了 都运动到了 很舒缓 又都是延展性特别好 如果已经有了肩膀的不适 或者肩周炎的患者 好像这几个动作 做起来就有点吃力了 有点吃力了 这几个动作确实吃力 这个时候我们在锻炼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注意的 第一 肩周炎病人 你在练的时候肯定疼 肯定疼 这样你在锻炼的时候 一定要张嘴呼吸 不能憋气 咱们人有一个坏毛病 一疼的时候 喜欢憋口气不动了 这种情况下 疼痛加上换气不好 特别容易有发心脏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张嘴喘气 我们在治病的时候 也跟病人说张嘴喘气 使劲喘 别憋着 这特别重要 要注意 要张嘴呼吸 再疼也不能憋气 然后所做的运动 特别简单 就是单一方向的 节律性运动 你比如说 我伸手拿杆笔的时候 疼 受不了 那证明什么 我前驱有问题了 那我就做前驱这个动作 做前驱这个动作 是不是简单极了 站好了之后 把手抬起来 抬到这开始疼了 好 我稍稍往下放一点 再抬 再抬 速度频率是一样 速度频率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不用治 过去 你让他练二十几下之后 说放下去再抬一下 自己抬的就自如了 另外还一个 你在抬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往前够 身子不动 老感觉我差一点就够着这东西了 我老感觉差一点就够着这东西了 说这个动作这么一个符合动作链 这是针前拉这个关节挡 跟周围的组织 你们可以试试 挡一下过来之后 真是撑着它 做这个动作 这是咱们说前驱 单一方向的节律性的运动 再一个 肩周围主要是什么 是上举不好 对吧 在上举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要练上举 我怎么练上举呢 有个动作 说出来不太好听 叫蝎子爬墙 蝎子爬墙 叫蝎子爬墙 是自己在家里头 找一扇墙 找墙 然后要站好 这个时候站立位一定特重要 脚尖 贴住墙 身体也要贴住墙 好手坏手同时摆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求贴住墙呢 我在贴住墙 把手往这点放的时候 肩关节有外展悬后的这个动作 这个时候 你在没动的情况下 它已经锻炼了 弄好了之后 两只手慢慢的沿着这个墙爬上去 一点一点爬 一定要两只手爬 为什么要两只手爬呢 因为如果你只练坏手的时候 咱们刚才讲了 爬到一定程度 我躯干就来代偿它了 我两只手一起爬的时候 克服了它 我躯干没法动 这也是 然后爬到最高点 动不了了 那好 再往下爬一点 往下走一点 然后再爬上去 再下来 再爬上去 再来 再上 这么反复几次 到这的时候 实在累得受不了的时候 别一下狂唱就掉下来 咬牙慢慢再爬下来 慢慢再爬下来 这个动作是这么练 蝎子爬墙锻炼法 身体面向墙贴住 两手一起慢慢沿着墙向上爬 避免躯干部位的动作 等到两手爬到最高点时 再慢慢爬下 按此动作 反复锻炼即可 好的 感谢陈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 关于肩关节的一些疾病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锻炼我们的肩关节 肘腕虽小 问题大 哪些不良习惯会损伤肘腕关节 你睡觉不好好睡 也容易出现这些情况 睡觉它跟肘有什么关系 防患于未然 保护肘腕 教您一套五禽戏 其实这就是胡爪 这就是陆菊 明天万家灯火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副主任医师陈红 告诉你哪些习惯容易伤害肘腕关节 并教您一套 演化自五禽戏的肘腕